好的 各位线上的 也就是平台上的家人 大家好 好 我叫Maggie 我是今天的分享讲师 来 我把一下课件准备好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我要想给大家介绍 我们3平台的商品 但是呢 我更想要从细胞的角度 来开始进入 所以我给了一个新的命题 叫做 尊重细胞 那当然 这个过程里头 会介绍我们3产品 使用的必要性和方法 那当然在开始以前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 关于Maggie 我像第三个人在讲一样 我曾经从事国际贸易12年 因为那里有我想要的能干的样子 也从事语言教学8年 那里有我想要的专业的感觉 专业的样子 金融保险业 我服务了22年 那里有我想要的成功的样子 接着我提早退休 来到互联网的世界 互联网跨境社交电商 因为那里有我想要的生活的样子 生活的样子是什么样呢 当然这就 牵涉到这个提早退休的心情 当然我的提早退休 是有一点家庭的因素 我为了照顾90岁的妈妈 而起心动念之间做了改变 本来我认为 我一定会在保险业退休的 但是因为为了妈妈的健康 我决定退休 所以呢 在这里我用了这一个字 叫做retire 它是退休 但是像我们中国字一样 也是可以这样猜字来看的 这是一位牧师跟我点醒我的 他说retire是什么 就是重新换轮胎 不是吗 tire就是轮胎 retire换轮胎 是不是我们人生这一个轨道上 当我们有了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它是成长 是变化 也是成长 所以当必须换胎的时候 换轮胎的时候 我当然找一个全新的轮胎 好的轮胎 让我能够再跑八百里路的轮胎 所以我来到了互联网 社交电商 当然在这里我要说 在这里的学习 还有视野的扩大 我觉得我现在所谓的第三人生 叫做生命越张 渐入渐强 就是越来越强 什么叫渐入渐强 各位一定有这样的体验 在这个交响院里头 是不是 渐渐的澎湃起来 常常我们看到一些精彩的交响院 在最后的关键 一下冲上云霄 这就是我第三人生 现在的感受 所以呢 来到这个 这个叫做全世界 这个叫全球的平台以后 我觉得本来我只敢做小小的梦 我是一个公务员家庭的子弟 本来不敢做梦 我们只努力走安全的路 告诉自己不要跌倒 一切要小心不要跌倒 进入保险业的磨练以后 我觉得我敢做梦了 可是我做的梦小小的 我已经觉得 是极大的学习 跟努力的发挥 但是进入互联网 电子商务这一个世界以后 看到前辈们 这真的是没有上线的一个世界 真的是靠自己 怎么样的动力 怎么样的去 垫高脚尖 做音球 自己所想要的 所以在这个第三人生 我觉得我比我过去的 还敢要做梦 我过去的 比我过去的这个动力 还要强大 所以我现在 最大的梦想 是每一年的年底 和三个孩子讨论 社会上哪一个角落 需要捐助 这个梦我自己觉得 很了不起 觉得是我人生 最大的梦想 因为在这里 我看到 可以 只要我够努力 好 那我对我的心境 再做一个表达 来接上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就是 当我在这样的梦想里头 奔跑的时候 这个跑道 无影无影 我觉得 有一种感觉 很多时候 我们努力 不一定会有成果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也很认真 可是怎么就不能够 如自己的意 速度 或者是规模 现在 超过60岁的我的体会 就是 我们人在这个宇宙里头 好像 我们自己是一个小宇宙 好像是一个小通道 跟这个大宇宙 之间 好像我们是一个小天 小通道 不管是富裕 金钱 财富 所有的流动 都是要经过我们这个 这个小的个体 这个通道 它能够顺畅的流动 我们所有的梦想 才能够达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追求里头 我告诉我自己 就是 每一个人 首先 而且是最基本的责任 就是要成为一个喜悦的人 各位你会同意吗 也就是把我们这个小通道 这个小通道 一定是 日日分分秒秒 是充满喜悦的 这个通道才能够流畅 所以 我把每一天学习做一个喜悦的人 作为每一天的基本责任 这一点和大家分享 共享 但是呢 这个喜悦从哪里做起呢 我就要跟今天的主题来做结合了 为什么 从哪里开始 当然第一件事是从自己的健康开始嘛 身体不痛 没有问题 可以自由的活动 这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基础 好 所以 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位 从细胞的角度来谈 那就是 每一天我们都要很尊重我们的细胞 好 所以今天我接下来会跟大家的分享 就是这几个重点 第一 为什么我们要尊重细胞 第二 主动试着健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第三 为什么我们要补充营养品 第四 六个 我们的产品 六项产品 它的特性 专利 竞争优势 第五个 我自己个人的使用方法 第六个 使用保养品 真正能让我们安心的三个要素 是什么 安全 周全 有效 等会儿 一一给大家介绍 那在这六个分享完了之后呢 后面最后一个更精彩的片段 我们的伙伴们 他们使用产品以后 效果如何呢 等一下会邀请我们的伙伴 来分享他们的体验 好 那我们来进入今天 第一个 尊重细胞 我刚刚说了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要尊重细胞呢 很简单 我们人 就是最基本的单位 就是细胞 全身最小的单位 就是细胞 第二个 细胞健康 身体才健康 现在的科学 已经证实 所有的病 基本上都是细胞生病了 各位不知道这句话 对你熟悉不熟悉 如果是 你嚼一嚼 咀嚼一下看看 是不是 所有的病 都是细胞生病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们要理解到 细胞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在来到这个平台的学习以前 我们大概都以为我们有事儿就是找医生 就是吃药 但现在我们学习之后要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细胞真正需要的是营养 不是药品 那我们看我们很熟悉的西医 中医 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西医解决器官的问题 中医解决什么 整个系统的问题 许许多的器官构成系统 所以西医中医各有它的重要性跟角色 那对于营养呢 也就是对于我们的细胞来说 什么才是真正解决 如果细胞有问题的时候 什么才是最大的武器 就是给予足够充足的营养 所以西医中医 以及营养保健 这三个互相 每一个都不能替代谁 不要以为做保健 医生就不重要 医生非常重要 西医有西医的重要 中医有中医解决的事儿 但是在西医中医 我们在踏进医院之前 还有更更重要 是我们自己可以作为的 就是营养保健 好 所以我会说啊 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都要好好地尊重我们的细胞 细胞它自己没跟我们说话 它无声 它就说沉默的 没有声音 我们常常就忽略它了 事实上 每一天好好尊重我们的细胞 对它要有一个好的态度 刚才我说保持一个喜悦的心 再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主动式的健康 也就是刚刚我们就理解了 健康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在60亿兆的细胞 好好的把它照顾好 那要靠什么 需要一个主动式的 什么叫主动 什么叫被动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相对于主动是什么 被动 那什么叫被动 那就是我们多数人 在没有学习以前常见的模式 就是等到这里痛 那里痛 了 才开始照顾它 才开始理会它 那就是被动的健康 所以现在我们要打破 自己的这一个惯性 我们即便不是医生 我们没有 我们不是拿指导的医生 但是我们却是自己细胞的医生 所以首先在这里讲 这个主动式的健康 它一样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态度 我们来来看看 我制造业 我们说大的公司 像刚才我介绍我自己 我曾经在国际贸易12年 制造业 他们绝对很清楚 他们叫做预防和预支 他绝对很清楚 知道他里头这种数百万进口来的机器 他要怎么保养 然后他可以预防和预支 这一个机器的使用年限 或者有问题的时候 他要怎么处理 制造业 知道要这么做 再来我们看我们生活中 汽车是不是也一样 汽车一定是要定期保养的 刚买一个新车的时候 五千公里 几千公里 乖乖照着做 那我们用我们生活经验来结合 制造业 生产单位 这么大的体系 也知道这么做 小的部分我们生活中的汽车 我们也知道要定期保养 那我们人呢 为什么 我们自己要忽略他 都一定要被动的 等到这里痛那里痛 这里不行了 走不动了 爬不动了 喘不过气来了 昏倒了 才来注意呢 才要注意他呢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自觉的 在生活习惯的方面 在营养食物的营养方面 甚至于在运动 甚至于我刚刚一直提的 很基本的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喜悦的人 的这个情绪方面 这些方面 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习 学习之后还不一定做得到 还要调整自己的习惯 所以主动式的健康 要靠自己 把习惯 营养 运动 情绪都自己好好管理好 这才是主动式的健康 才叫做尊重我们的细胞 好 那谈到这个主动式的健康 这个主动 我来给大家分享 这个爱迪生的这一句名言 我非常感动 我第一次看到 拿那个英文拼命翻翻翻 怎么样才是真正能 一个大白话 让我们都能够理解的 好 你看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句话的宝贵在哪里 在爱迪生是多久以前的人 你可以随便看一下 将近两百年前 一百七十几年前的人 那个时代 就说出这样的话 未来的医生 将不在于是给病人药物 而在于让病人主动的 做以下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 第一保养身体 第二节制饮食 第三注重疾病的预防 疾病的成因和预防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一模一样 可贵的是将近两百年前 就看到了 那我们现在将近两百年后来看 这话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现在我们正在走的路 所以今天不做的事 明天会后悔 好 这是不是充分的表现出来 主动式的健康 好 那既然我们自己已经有这个态度 知道要主动的来 在各方面的学习和改变之后 我们首先第一件要学习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补充保养品 如果我们都了解了 你等一下才能够充分的了解 我们的六样产品 到底好在哪里 可贵在哪里 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前面一定先要有这些理解 好 为什么要补充颜养品呢 他最大的思想是什么 如果不做这个理解和学习的话 我们一般人一定认为是说 哎呀 就好好的吃食物就好了 我们这个人就是需要食物 好对 需要营养 食物不是就是最好的营养来源吗 没错 是的 我们人本来是由食物获得所有的营养 就是营养素七大元素 我们的确是从食物来的 但是时代变了 但是环境变了 这三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 外在的 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我们胳膊太细 我们管不了 大地环境的变化 就是土地的营养流失了 叫做土地平化 我们的研发博士 也常常这样告诉我们 这就是教育 那就是 整个全世界 不是只有中国啊 亚洲啊 全世界各州 各大州全部都是 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土地的营养素在流失 所以影响是什么呢 在这个渐渐贫瘠的土地上所生长出来的植物 可想而知 它的营养素跟过去一百年前 很久很久以前 是大不相同了 第二个 食物的加工 好了 现在的人要享受嘛 要口腹之欲 所以各是这样的 科学发达所产生的加工食品 里头 哇 太多的不良物质的伤害 第三 我们个人的烹煮习惯 过度的烹煮 不好的烹煮习惯 煎炒 炸 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这几个因素 让我们本来以为从食物可以获得美好的营养素就足够的这件事情 就遗憾了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 这个事实 怎么办 只好靠科学来协助我们创造出来的营养品 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补充 不然我们就像鸡蛋 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鸡蛋了 营养素差多了 好 这三个因素我们就可以理解 有一部分是外在环境的 我们管不了 但是有一些内在的环境 我们很想改变 但是不容易 好 那刚才这些概念有了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3平台 6大商品 那我用了一个小木屋 借由这里的数字 6大商品 我分别给了它编号 大家可以在这上面看到 123456都找到了 然后我就用这个顺序来介绍 但是这个顺序不只是顺序 这个小木屋 我认为可以让我们更深的体会 跟我们的身体来结合来对比 更容易知道它的 整个我们的保养品 背后的价值功能跟意义 好 首先我们来 我就每一段话都是用小木屋 来类比我们的身体 首先我们看这个小木屋最底下 也就是我们编号1这里 这是不是像是这个房子的地基 它会是什么 会是砖等等 所以我们房屋的最基本的基础 这个房子牢不牢靠 是不是它的这个最底层的这个地的砖 是不是最重要 所以这个砖如果有破损 或者不扎实 或者材料不扎实 这个房子绝对是不牢靠的 所以第一个商品 叫做维德 叫做Vitality 它对我们人体身体的健康 也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就是什么 就像我们全身的细胞 就像了一块一块的砖 所以刚刚我们说的 如果细胞的营养不够 我们说了细胞需要的是营养素 完整丰富的营养素 而不是药品 所以我们的细胞 需要完整的营养素 第一个商品 就是提供 我们全身的营养素 好 这就是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基础 第二我们再看小房子 小雾屋 它第二个重点 是不是这个房子的外观 好不好看 墙壁有没有均裂 有没有损害等等 是不是决定这个房子 你看到好或坏 老或旧或新 好 那跟我们人的外表一样 我们人第二个看到的 是不是就是皮肤外表 所以小木屋的墙壁 就好像我们人的皮肤 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 一个人健康不健康 是不是看气色 看皮肤的光泽 就可以看出来 反映出我们的健康 所以第二个商品 叫做Collagen 它就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 这个 照顾我们全身的皮肤 再回到小木屋的第三个 是什么呢 是金骨结构 这个小木屋的结构 支柱等等 这个房子 地震来了 大风来了 能不能稳 是不是这个结构很重要 那我们人体呢 什么东西就是这个角色 那当然就是骨骼 还有关节 所以第三个商品 就叫做Revive 它就是照顾我们的全身的骨骼和关节 那小木屋的第四个重点是什么呢 叫做屋顶 为什么 房子里不管怎么美好 墙壁怎么美好 但是风雨来 台风来 这个屋顶是不是 能够对内部有绝对的防护作用 所以我们人体也是一样 需要这样一个像屋顶的东西 来把整体的这样一个角色 把全身这个外来的伤害 能够把它阻绝起来 所以第四个商品 叫做Eternal 是抗氧化 全身细胞的抗氧化 第五个商品呢 是小木屋来看 就是屋子里不管你怎么好 但是只要使用 只要有人在这里生活 享受这个小木屋生活的美好 那就一定有垃圾 有需要 垃圾要怎么办 排出去 所以看到这个垃圾桶 在屋子外面 这就是清除垃圾 那我们人体是不是一样 只要我们每天在呼吸 新陈代谢的结果 身体一定会有毒素 当然要排出去 所以第五个商品 叫做Purify 就是排毒 它不只是排毒 排毒做好了 所有的营养素 再进去才能够顺畅 由它有效的吸收 好 最后第六个商品 我们来看小木屋 最外围提早的防护 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可爱的狗狗 篱巴 是不是警戒犬 远远有人来 它就会发出讯号 来保护这个小木屋 人体的健康 也有这么一个警戒犬 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第六个商品 叫做E-MU 就是我们全身免疫系统的保护 好了 小木屋是不是这样子 六个商品都清楚的 给大家呈现出来 我把它再整理一次 我们就顺着刚才的顺序 以及对比小木屋 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商品是不是 第一 全身营养的提供 全身营养素的提供 也就是房屋的地砖 第二 全身皮肤 皮肤的保护 也像房屋的墙壁 第三 全身骨骼和关节的照顾 也就是像房屋的结构 第四个商品 全身炭氧化 就像房屋的屋顶一样 第五个 全身的排毒 就好像户外的垃圾桶 第六个 全身的免疫 就是户外的警戒犬 这六个玩乐 你一个人站在这里 想象一下 是不是你从头到脚 都帮我们照顾起来了 这个周全度够好吧 我就常开来笑说 他除了你的鞋子没保护 你全身从头发 他都保护了 对吧 头发就是胶原蛋白 好 这个周全我们放在心里 很觉得安心了 好 再来我们看看 3平台的这个商品呢 它的特色是什么 这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这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因为最商品的一个极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吸收率高 它的吸收率特别好 为什么 我们刚刚说 它要提供全身的营养 如果没有达到吸收效果 那一切是白毛蜜茶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能够在 这个真正让人体能够好好的吸收 科技 科技是我们的依靠 所以现在在这里给大家 报告一个叫做指质体技术 也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方向定位技术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简单来说 它是一种双层膜的一种蓝套 在我们身体里 身体里头 那么这个有什么特色呢 它跟我们人体细胞 表面这个细胞膜 它两个 我们讲叫材质一样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两个碰 我说的叫做材料 质料一样 所以它很快就能够吸收了 所以很快吸收以后 这个蓝套里头 所包藏 放在里面的营养素 就能够非常精准的 像把项的定位 像标靶的定位一样 很精准的送到 所要去到的细胞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最新的 最好的递送营养素的方法 那为什么叫优是容易看得出来 新是为什么 事实上这一个子子体的技术 当然它早就存在 早就发现 但是过去都用在医疗的用途上面 没有用在营养素的地送方面 所以水平台采用这个技术在营养素方面的地送 精准无比 它让这个营养素在送到这个标靶的细胞 标的细胞以前 它不会轻易的被代谢掉 这个技术让这个吸收率能够绝对的提高 那我这里用一个很短的影片 要快速的 一点都不能错过的 一下子就过去 让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叫做这个技术 为什么它会精准 为什么可以提高吸收率 各位看到了 你看上面那一个就是子子体 它这个结构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大的 我们的细胞是一样 里头的营养素是不是 哇 两个一结合在一起 马上就递送到里面去了 没有被破坏的机会 需要再看一次 好快就跑掉了一个小镜头 好时间关系我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精准度 其实这一次的COVID-19 这一次的这个病毒 为什么来势汹汹 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它的表面 病毒的这个表面 跟我们的细胞膜的表面 它一样是一样的 所以跟刚才的效果一样 一下就进去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大的灾难 好刚才讲到了 所以平台商品 透过科技来提高这个吸收率 在这里我简单的给各位做一下 这个吸收率的比较 看一下各种不同的剂型 我们说营养品的剂型 有片剂胶囊 还有皮肤的贴膏 舌下含幅 肌肉注射 明显的你看到紫质体高达90%的吸收率 它比业界高于业界一般的保养品 3到9.5倍 精彩吧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最平台的商品 除了这样的高科技的技术 达到高的吸收率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性上的一个突出之处呢 96个商品都得到美国的专利 我们都知道专利是一定配方要有它的独特性和价值性 因为它可以保护原创人的智慧财产权 更重要它保护消费者的产品的品质 使用的安心 还有对于经销商 我们推动商品 在市场上推动商品的经销商 也确保在市场上不会被分割或被抢 好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忘的 杰式平台的这六项商品 还有一个桂冠式的荣誉叫做PDR 什么叫PDR呢 简单说它的意思就是医师药用指南 也就是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 这像一本参考书一样 我们说它这个原文你可以看到 像一个参考书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定期的刊物 他医生可以放在他的诊间 他的桌子上在这个开药的时候做参考 最重要公信力在哪里 它的监管单位是FDA 所以六个商品都进入了PDR的指南 我想这是我把它称为桂冠式的荣誉 好 所以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少做一个总结 最平台的商品 我这样概略性的 我不谈里头的成分 最重要要知道它的功能跟它的优势 所以我把这个优势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叫做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有我连 人连我心 简单看 人无我有 人家没有我有 大家回忆一下 人家没有什么 我有什么 刚才的PDR 人家有吗 很抱歉 没有 刚才六个商品都得到美国的专利 人家有吗 没有 所以人无我有 这样的优势够不够让你安心使用 够不够让你大方的去跟朋友分享 去帮助你的朋友 也能够好好有营养品来做主动式的健康管理 好 第二个 人有我优 什么呢 别人也许也有了的时候 我来的比他更好 刚才什么东西是更好的 吸收率 对吧 透过科技 这个吸收率比业界高3到9.5倍 够优吧 第三 人优我连 谈到细胞 也对 没错 也有很多的市场上 也有别的研发产品出来 但是你会看到 很多不管外用内用 沾上细胞 你看到我们刚才 所有的商品 全部都是子质体的技术 能够精准的像标把式一样的进入细胞 所以全部都是冲着细胞而来 的效果而来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 牵涉到细胞 哇 那个价格就动辄上万 不管是内用外用的产品 而我们你会看到 通路的不同 透过我们这样子 不用代言 不用广告 所以当然 当细胞产品同样在市场上流动的时候 我们的价格又更经济实惠 好 再来最后这一个人连我心 好 有人真的又来打价格战 也能够跟我们一样的通路的时候 我们还有怎么样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就走更创新的路子 所以杰式平台不但是科技 并且是一个创新的科技 刚才说了 过去用在临床医学 现在营养素也把它拿来使用的是什么 像技术也就是指质体的技术 好 这样子我们的优势大家看到了 我来最后做我个人的一个小分享 就是我的产品的使用方法 那就是我分早上下午晚上还有睡前 那么早上这个使用方法 每一个人我想都可能要根据自己的作息 还有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我来说我这样的使用方法是两个因素 我自己的时间分配 是我早上比较能够稳定的使用 我下午大部分忙 我甚至于连晚上也忙 所以我大部分放在早上 第二我在太空腹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一次吃太多种 所以我把它在早上时段切个两遍 所以每一位伙伴 你要依据你自己的这几个重大的 个人因素条件去做调整 所以那我这六个 就是早上第一个时段空腹 我可以吃的是这两个 Vitality全身营养补充 第二Revive关节的养护 过了十点以后 肚子半空了 隔了一段时间 我接的是Eternel抗氧化 再来是Emmu免疫力的提升 下午之后比较忙 我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常常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市 就是Eternel 就是所谓的主要元素是白利乳醇 这个市我重复好几次 你看到就是这里有的是早上中午 也中午的偏后午茶以后 我也有一个Eternel抗氧化 到晚上我还有一个 也就是这个抗氧化 我一天吃三四 但是下午有时候太忙会忘掉 所以我至少一天有两小袋 那个紫色的 那你剔除那个来看 其他就很明显了 下午这个Purify排毒 再来晚上半空腹的时候 我再一次这个 最后我们第六个 第二个商品叫做Collagen 主要的是胶原蛋白 这一个一定放在睡前 大概一个钟头之前吃 为什么 因为胶原蛋白 第一个它在空腹的时候 是最理想的 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在空腹 吃胶原蛋白会有不舒服 即使有胃病的人 所以它放在空腹 睡前是非常好的 它另外更好的原因是 因为睡前吃了之后 人体的修复在深睡 睡眠以后的深睡之中 这个细胞的修复效果是更好 加上更好 所以把它放在这个时段里头吃 那至于这样的时间表之外 这个量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 那个液体 那就是一包一袋这样子吃 那如果是胶囊状的 一次都是两颗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骨骼关节的这个revive 可以四颗 早晚我各一次 那这个呢 有些伙伴他会一次吃两颗的时候 或者他总偷偷一天吃两颗 他有时候会把这两颗拆开吃 我个人是比较不鼓励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说大人吃 小孩吃 这些东西多少都有一个 剂量的考量和适当性 所以对于成人来说 一次两颗 这个是我们更觉得安心 说这个剂量是比较适当 所以比较不鼓励 拆开吃 所以我一次两颗早上 晚一些 有时间会吃另外一个两颗 大概这个剂量方面是这样 最后要跟大家做一个小总结的 就是我们使用保养品 不外乎就要安心 那透过刚才的说明 科技 我们是走在创新科技的路上 而创造了这一个高度的吸收率 也是业界里头吸收率最高的一个产品 那么安心 怎样才能够安心呢 我提出三个 想必你会同意 安心的三个要素 第一这个产品要能够安全 第二要整个系统性的来 主动式的管理我们的健康 那它一定要周全 所以安全周全加上有效 我们才能够安心使用 那我们回顾一下 怎么样让我们觉得安全 有PDR背书 有专利背书 是不是够安全 怎么样周全 刚才的小木屋 是不是看出来 从头到脚 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足够周全 那最后有效 怎么样是有效呢 除了我个人使用 觉得很有效 我自己的一些亚健康 有改善 今天在现场要为各位邀请到 我们两位伙伴 来做这个使用产品的见证 怎么有效 且听他们细细到来 首先第一位邀请的是 我要邀请的是这个 Steven Steven大家伙伴有熟悉的 也叫他大S 好 来 我接下来为你邀请出来 谢谢 谢谢 好 首先问候我们亲爱的 Tree家人们大家好 我的中文名字叫廖树震 英文名字叫Steven 丁总台湾团队 我的推荐人是胡伟是Maggie老师 也就是刚刚的主讲人 刚刚他所谈的 就是让我加入这个团队里面 听完了以后 我想你跟我一样 都会想加入这个团队 加入这个公司 那今天很开心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 商品的见证 那我常说 人生就像一个旅程一样 每隔20年就会有一个改变 那本身是建筑系毕业 然后进入了金融保险业36年 不是短短的几年 然后透过接着进入了我们所谓的社交电商 到了跨境电商这个领域 那我很开心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商品上面的Revive 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那我本身有很多的运动专长 在2006年的时候 公司办了一场运动会 那我认为 我那时候曾经是台中市 白米的铜牌 所以这个冠军应该没有人抢得走 可是岁月催人老 那一场比赛下来的时候 我的膝盖 我的后脚筋扯断了一部分 让我也觉得说 人好像要扶老这个感受 所以我就会想说 哎呀怎么办 那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那Maggie老师在我的公司 你就是金融单位的时候 服务了22年 然后我是他的主管 你很巧 经过了这个时间 现在转个弯 他变成我的主管 那最重要的是 他给我了一个健康的概念 当时我会认为 我是两栖特种部队 退休下来的 我有什么 身体怎么会有任何障碍呢 所以我的身体就受了稍微的伤害 那这时候我就在想说 受伤了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我发现我是 我们全家都会舞蹈 我哥哥是舞蹈的奥运选手 所以我帮他代课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没办法做Nature Turn 也就是说自然的旋转 我的膝盖承受不了 因为运动会 接着还有一个叫做 我们讲的西班牙拉布 在舞蹈里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拉布 拉布 但是前功后见的脚 也让我膝盖承受不了 这时候我想糟糕了 这一件事我没办法去承受 那有时候哥哥拖给我的课程 我就有问题了 因为什么 因为膝盖出了问题 应该是说骨骼肌肉跟运动的 这三方面出了问题 然后我想说这也怎么办 接着我又是一个高尔夫球的业语选手 我在各种比赛里面 因为都有赌注啊 谁想输钱 所以我就很认真 但是我发现 我那个受伤让我的下盘不能够稳定 因为膝盖扣不住 然后在挥拍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的旋转肌有问题 所以一挥 这个轨迹我自己就能感受 所以很多东西的受伤都是自己的感受是最深的 那我想糟糕了 那更重要的是 我每天都会去打个羽毛球 虽然是很激烈的运动 我发现杀球杀球 膝盖有问题了 肌肉有问题了 然后在底线也没办法了 那应该说这个叫做时间走着走着 我这个人应该也不错 所以有了福报 Maggie老师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谈了 她今天所谈的那一栋房子 对我们建筑系来讲 这很容易懂 所以在结构上我出了问题 所以Revive 它有什么姜黄树 我想这都不是我的重点 我的重点是我吸 开始吃了以后大概是两周的时间 我发现在公司上下楼梯的时候 我不用侧着走 可以正面上正面下 我觉得有一点神奇 那我接着去做所有的运动里面 我发现它缓解了我整个肌肉 可以很好的去伸展延伸 而那个痛感也不见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么好的消息应该来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你只要给它一点点时间 你就会发现你身体的种种改变 会让你越来越好 所以其实我很感谢Maggie 给我这个讯息 那今天她在说分享的时候 我说我当然是要第一个上来谈 因为我有感受 我就需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所有的运动爱好 如果你也是 其实Revive对你来说 一定会是一个你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希望我今天的分享里面 带来这个讯息 我们一起在健康的世界里 健康的环境里 享受健康 享受运动 享受一切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我这是打开萤幕 我这是打开萤幕 好的 好的 谢谢Steven 我听了真替他高兴啊 这个 他是运动高手啊 专业啊 真的所有的运动他都会 本来他已经腐老了 认为是岁月 让他觉得 就必须吞下了 没有想到 我们平台的商品 让他现在 西班牙拉布也可以做了 他的羽毛球 也不会被人家欺负了 非常好 非常恭喜 继续加油啊 继续好好的使用 稳定的使用 我想他可以让你重新找回自信 好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第二位 这位可以说是专业人士啊 他在90年代跟着夫婿移民到美国去留学 然后他在硕士学位上面专攻的是临床营养学 哇是专家呀 大学毕业后呢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都从事 不管是在学校啦 或者是研究所 他也一直从事的都是 营养或者和健康有关方面的教学或者研究 所以我们一起更好奇的 想要知道这位我们的平台家人 他在我们的产品使用上面 特别是透过他的专业 他的体验是什么 他的看到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热情的欢迎Judy 有请Judy跟我们分享 谢谢 首先非常感谢Maggie的介绍 那么大家好 Sri的家人 全球的Sri的家人 大家好 我的中文名字叫严智宏 英文名字Judy 然后呢是90年代初隋先生留学美国 主修了临床营养学这个专业 那在这之前呢 我在国内大学本科毕业以后 在杭州的一家一专里面教书 教人体生理学 硕士毕业以后呢 那基本上也就是在美国的大学 或者科研机构 做着跟营养和健康有关的 科研和教学工作 其中有一年呢 我还在一个营养保健肯公司 做过产品的评估和推广 因为觉得这个 招就晚五的这个工作 有点枯燥呢 又觉得自己这个知识 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就喜欢比较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就有了一个自己的自然营养 健康咨询这样的服务 那么进入苏力这个平台呢 一开始是因为特别欣赏 Kim Hui女士 Kim Hui女士她这个培训系统 当时呢还不知道产品 然后我知道产品出来以后呢 就根据我这个专业背景 我就特别的兴奋 因为啊这个产品 是我以前见过的 很多不同平台的产品 太太不同 有太多的不同 一个就是丹博士 他从三个角度啊 一个就是探索 整合吸收 从这个三个角度来保证 我们人体可以运用到安全 干净 然后配方又特别有效 然后呢吸收率又特别高 所以让大家把有限的投资 可以得到无限的回报 所以就是说我自己 个人对产品的这个一些 从科学这个方面一些认识 那么非常感谢Maggie 刚刚讲得非常好 各种那个专业方面啊 这个产品的功效方面啊 讲得特别棒 那我下面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和我团队的一些伙伴 他们对产品的体验 那我自己呢刚刚也讲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 二十多年 其实是快三十多年嘛 但是我就是说 我自己的自然营养 健康咨询呢 大概有做了十几年 我也去自学了很多 就是替代自然疗法的一些知识 那么我而且我是一直比较注重 主动健康管理 我也是会用 基本上我会市面上就是 比较好的这些营养素 我都是会拿来用的 所以基本上我每次换产品啊 都不会有什么特别 在我身上有什么反应的 我有一个同事呢 跟我这样共事已经很多年了 他知道有的时候朋友跟我问 那个Judy老师你这个用的产品怎么样 我总是不太好意思 就跟他们说 哎呀我这个人好像 在我身上这个产品 真的看不到特别大的效果 因为我自己感觉 我这个我饮食也非常注意啊 也非常注重运动啊 然后这种营养素都是用的 反正当今的市场上 应该是说最好的吧 然后一直一直保持这个 这个状态就是很好的 然后呢但是这一次就不同 我自己一开始也没有觉得特别 自己没什么感到 但是我用了两三个月以后呢 有个朋友来我家喝茶 然后他也大概两个月没见我 他见了就盯着我 他说哎你怎么回事 你这个我没两个月没见你 你好像怎么变了年轻了 怎么变了好多 我当时我自己真的没觉得 但是他就是从朋友的眼睛里面 因为他两个多月没见我嘛 就是他这种感觉 那么后来呢 大概又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我自己就是感到我身上啊 就有那天突然就觉得 好像这么咽喉就不太舒服啊 咽喉不舒服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上班了 我已经就是也是迟迟退休了 然后专职在从事这个 我自己喜欢的这个跨境电商 这个行业 那么我已经很多很多年 没有这种咽喉严这种情况了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在大学里面当老师 因为讲课比较多 所以是曾经有过这种咽喉严 这种情况 但是来美国以后 我基本上教学有一点点 但是教学不是很多 基本上全是做的科研 所以我没有这种喉咙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 我却发现我就有这种咽喉严 这种感觉 我就想 我就怎么也琢磨不透 为什么会有这种咽喉严呢 后来我就想一想啊 大概就是这个产品 在我身上慢慢再起作用了 因为我以前这个咽喉严 可能只是一种表面性的 但是事实上 在那个非常底层的 这种细胞属性 还是有损伤 那么这一套产品 因为它的吸收率很高 它的利用率很高 所以它就从 把我以前一些隐患啊 就再给我扒出来 再帮我再修复 所以这个就是说 让我对这套产品 更加的什么刮目相看 我真的没想到 在我身上也会 也会有这种不同的感受 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 那么另外我自己团队呢 有好几位伙伴 他们也是用了产品 特别是他们跟我讲 要用的胶原蛋白 大概三合吧 然后出去去见朋友 朋友一个月没见他 就追着他说 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这个这样的话 就在我团队里面 发生过好几期 还有呢 我有个伙伴 他的妈妈大概就是心脏 心肌发炎 然后就比较痛不舒服 他就 我给他推荐了 他吃那个 我们internal白粒乳醇 他就吃了 他说连续吃三代 然后就觉得就心脏 特别的就舒服了 那这个就是我 和我自己团队的 一些产品的见证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团队 给我这个机会呢 分享 那我麦克风交给Maggie 谢谢Maggie 好的 谢谢Judy 哇 这个刚才我们说 产品有背书 有PDR 有专利 经过Judy 不只是自己 还有团队 其他伙伴 这样的见证跟分享 好像又再加了 一个背书的感觉 好 所以安心使用 保养品的条件 是安全 周全 还有有效 透过刚才我们 两位的伙伴的分享 是不是 真的你好好的 可以安心 但是要持续的 并且主动的来管理 和维护 提升自己的健康 好的 谢谢今天宝贵的时间 谢谢所有的 平台家人的聆听 谢谢 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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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